又一国家级赛事即将在潘之花开启,一大波美女将展现艺术与运动的完美结合,体育的魅力是速度,是力量,是自我超越,然而还有一项将艺术与运动完美结合,最优美的体育项目TA就是艺术体操。 你能想象的所有美好,都会在这项运动中,被体现小姐姐们不仅退长,颜值还超高,再过几天一场国家级的艺术体操锦标赛,就要来到潘之花了,家门口的体育盛会你不能错过,2018年7月27日到8月3日,2018年潘之花市商业银行杯,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技丢系列锦标赛将在潘之花市体育馆, 居行此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,中国体操协会主办,四川省体育局,潘之花市人民政府承办,潘之花市西区人民政府,潘之花市教育体育局协办,日程安排竞赛项目成年个人项目,圈,球,棒,带少年U15以下个人项目,徒手,绳,圈,球,棒,带成年集体项目,五圈,三球两绳, 少年U15以下集体项目,五棒,五圣如此优雅的运动,有哪些看点? 艺术体操Rhythmic Gymnastics是一项新型的女子竞技体育项目,是奥运会,亚运会比赛项目,又常被译为韵律体操, 中国大陆与俄罗斯的叫法是艺术体操,在日本叫新体操,而在香港和台湾叫韵律体操,它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,并于50年代前经苏联传入中国,有团体赛,个人全能赛和个人单向赛等多种形式,有舞蹈,跳跃,平衡,波浪行动作及部分技巧运动动作组成, 一般在音乐伴奏下进行,富有艺术性,艺术体操提倡韵律和节奏,是以自然性的动作,为基础的节奏运动,艺术体操不仅是体育运动的健康美,而且是融入了芭蕾舞,民族舞,竞技体操,技巧,武术,杂技,戏剧等技术之精髓,还创造了一整套的有思想,有表情,有层次,有结构,有难度的立体练习程式, 从而构成艺术体操的美,艺术体操的观赏性,趣味性以及竞赛的激烈程度,完全不输于NBA或者世界杯,而它能给予你的,是同时享受艺术美感,与体育美感的双重体验,这些是竞技体操或者舞蹈,都无法代替的独特优点,这么的比赛怎能错过,潘之花是体育馆不见不散,运营人员,近美晨MZ018